呀呀呀,现在都流行250开局是吧 这是一颗发芽小伙伴提供的阵法 最有解释0 但后来又说可以达到200左右 你这个落差有点大呀,宋得 OK,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阵法 山路居然还有小推车这种玩意儿 卡车里面的羊桃是机枪射手僵尸 老泪鬼,好兄弟 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了 而且开局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山叶场 那么很显然,这种一次性植物一般都是用来卡雷的 这样小鬼就能吃掉两朵巷子葵 但需要卡到四路羊桃的攻击延迟 还好咱们运气不错,一次搞定 还行 OK,现在250,瞬间就变成了600 诶,每当我看见魅祸菇和大蒜的时候 总会想起一个僵尸 没错,就是你了,好兄弟 很尴尬,兄弟 哎呀,别害羞嘛 一日为机枪射手,终身为机枪射手 好 咦,这个大蒜 我丢居然扛不住 看来这个机枪射手今天不想当内鬼 这里呢,我试了很多次 大蒜都会被打掉 不过机枪射手却可以把一路打穿 行吧,既然你有一颗吃脑的心 那我就满足你 老板大气,老板身体健康 加龙炮先把大蒜上面的福气炸掉 然后机枪架大爷同时拿下一二路 懂我意思吧,兄弟们 不过大爷得跑快一点 不然机枪射手把大蒜打掉的话 耶,刚刚好 二路的火力大爷肯定是扛得住的 但一路的真哥看起来没那么好说话 就看机枪射手能不能及时把它干掉 OK,大爷帽子,刚掉,应该扛得住 机枪射手僵尸 两个断手僵尸,很极限,兄弟们 第二路拿下,还上五百阳光 有卡头 现在三路我先放一个撑杆试一下 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主要就是为了摊摊路 看单撑杆能走到什么位置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小推车呢,是不是 而且这个位置的阳台 有两颗子弹都能打到撑杆 伤害是挺高的 不过撑杆要是能吃掉反向双发 并踩到小推车 那一步 耶,这个地车不对劲啊 尝一下 果然没那么简单 都重立了两个 既然如此 三路咱们先不管 直接打四路 因为有打算 所以还得是撑杆跳出嘛 任不简单 给我把那个大喷咕吃掉就行 能不能搞定 小问题 OK,我看你表现 先别慌 兄弟们 一个层该是肯定能吃掉大喷咕的 不过得卡到羊桃的攻击延迟 那如果卡不到的话 扶梯上面的层该会吃到羊桃5颗子弹 这个算是暴击伤害了吧 对不对 所以咱们多一点耐心 总会成功的 哟,这个层该走得快 羊桃别打我 别打我 我来 嘿,没吃到爆发伤害 有希望了啊 兄弟们 我的人物 我吃了 OK,现在没有大喷咕保护 就你一个小羊桃还能棒打到几时啊 你过来啊 行 嗯 左硬是吧 马上收拾你 还是乘卡跳将尸啊 加龙炮卡扶梯嘛 这种操作 小而刻 看我直接 耶 保护 哈哈哈 呃,没事没事 就是咱们炸前面一点 诶,看见没 耶,我丢 羊桃没卡到 噢,嚣你个头啊 嘿,现在打不到了吧 开始瑟瑟发抖了吧 小小羊桃 你拿什么好玩 啊 想问题,兄弟们 看来南瓜口吃完之后 还得卡着玩意的攻击延迟 因为撑开跳只扛得住一下 两下的话就没了 所以咱们多试几次 诶,这不就过了嘛 垃圾羊桃 还敢和我嚣张 我看你完全设不得 接下来就简单了 兄弟们 无论有两堆虫的土豆雷 而且这有一堆 小鬼僵尸 还卡不到 所以还是得撑开跳出嘛 直接放四个撑开 吃掉南瓜壳 卡爆土豆雷 寒冰射手搞定之后 再卡雷 魅惑僵尸 一V三肯定是打不过的 OK 最后小鬼僵尸收尾 五路百平 向日葵吃完 咱们还有四百阳光 最后三路就更简单了 直接一个撑开打前锋 吃掉向日葵和爆炸坚果之后 越过扶梯才小推车 诶 受益人 最后再来两个撑该 硬扛反向双方和地刺的伤害 单撑该是过不去的 兄弟们 重叠地刺 咱们还是要尊重一下 OK 搞定 最后剩余三百七十五阳光 好的 我是牛牛 点播关注 下期见 拜拜